经济下行周期内,中年人赵夫的人生,正经历着一场悄无声息的崩盘。 他与妻子已分居半年,上大学的女儿则处在叛逆期,时常逃课离家。 而更烦心的是,最近公司正在大裁员,作为人事部长的他,不得不扮演起恶人角色。 面对近世老同事的辞退名单,赵夫必须严守秘密面无表情的签字盖章。 这很不近人情,但却是他赖以为生的工作。 都市里的赵夫终日焦头烂额,而居于旧城区中的母亲,却过得自在安逸。 这出老宅原是父亲上前经营的一家组带店,现在只剩母亲一人在此生活。 老人家年轻时曾是惊艳四邻的美人,如今虽已明日黄化,却也多出了许多淡然与优雅。 母子二人已许久未见,今日儿子突然造访,母亲显得意外又欣喜。 聊起家常,赵夫只说一切都好。 女儿上了大学,忙于事业的妻子则成了收纳顾问,前不久还上了电视节目。 母亲念叨着邀请儿媳帮忙收拾老宅,许多杂物自己总舍不得扔。 那她可是专家呀,说不定那天我也会被她扔掉,断舍离嘛。 赵夫略显丧气地说道,而老人家不知其意,只是一边张罗,一边骂她禁说些蠢话。 赵夫此行思想诉苦,但母亲却很忙碌。 最近她参加了帮助无家可归者的志愿组织,今晚众人要在家中开会。 正说着组织成员到来,大伙聊起家常,赵夫了无兴趣,唯有兴兴然起身离开。 出门之际,附近教堂的牧师恰好赶来,简单寒暄过后,对方宫山走进屋子, 而母亲的目光追随而去,刺处陷入爱恋的少女。 许久未见,老人家身上发生了许多变化,她欣染了头发,并未如想象中那般, 高楼着身子孤零零地过着生活。 而长令众人羡慕的招呼,此刻却丧如败犬。 当管理层很无聊也很辛苦,您不会明白的。 她向母亲抱怨道,而后哭丧着脸告了别。 可要去哪儿好呢?一个人无法长出美食的滋味, 不如就去看场电影打发时间, 而后回到空荡荡的家,为自己点上一份外卖。 这大概便是落寞中年最恰当的生活了吧。 此时电话声响起,妻子冷叔询问起女儿的去向。 照夫不知,对方便匆匆挂断。 该如何形容当下的近况呢? 妻子、孩子、老友、母亲。 照夫不得不对每一个人隐瞒。 买副心事无处诉说,身旁这台笨拙的扫地机器人 成了她唯一可袒露真心的对象。 人生还真是心酸又寂寞呀。 而一日上班时,自己的大学好友公司销售部长幕布 便又气聪聪地找来。 今早,她突然被公司要求自愿离职。 身为人事部长,赵夫自然知晓原味,但却未曾透露分毫。 这不念旧日情谊的行为,令幕布倍感气愤。 她同视赵夫为骗子,而后怀着不甘于委屈高喊说。 一边剑拔弩着,另一边却和谐平静。 不见行踪的女儿小五来了奶奶这里, 祖孙两人一起去泡了澡。 归家时屋内亮着灯,小五拿起条皱欲与宠空门的小偷对峙, 却发现是父亲正在那儿喝着闷酒。 妇女刚刚见面,便又开始了争吵。 分居的夫妻对女儿的心绪一无所知, 她们为孩子设想的未来, 无非是哪个好成绩进一家大公司, 做一名合格的员工。 如果做不到, 就找一个在大公司上班的好男人成婚。 如此道路充满了来自长辈的异乡情愿, 况且人生很长, 谁又能一眼望尽呢? 母亲将痛苦的孙女劝上了楼, 然后提及夫妻俩分居之事。 她刚从小五那里听说, 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解决, 只能削导着离婚对孩子的影响。 而不愿回应的丈夫, 赌气躺在了沙发上。 大概也只有在母亲面前, 中年男人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闹着脾气吧。 一日一早, 妇女俩依旧冷战着。 来串门的邻居, 提及丈夫的工作很是羡慕。 坐在大椅子上, 用下巴使还一群下属, 想必很威风吧。 隔壁米饼店老板娘一边调侃, 一边微妙微笑地模仿了起来。 而小五四讨厌想象中父亲的模样, 上着闷气上了楼。 此时, 幕布突然出现在门前。 母亲很欣喜, 大学时她曾在家中借宿, 老人家还记得。 只是对方这次登门, 显然不畏叙旧, 而是要讨一个说法。 看着幕布怒气冲冲地上了楼, 母亲很忧心, 众人猜测会不会是裁员之事。 现在经济不景气, 大公司处境也很艰难。 而不多时, 楼上便传来了争执声, 两个中年男人竟如孩子般扭打在了一起, 抛下楼的招呼, 慌张躲于母亲身后。 此刻, 无论自己如何解释分辨, 都无可避免地背上了叛徒骂名。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幕布, 离开时穿错了一只鞋子, 小五匆匆追了上去。 天桥阶梯上, 他看着招呼增亮的皮鞋, 有缘念叨说, 真是一双好鞋子呀, 看出我和你爸爸的地位差距了吧。 大概是因为他是足代店老板的儿子, 所以才会很爱惜鞋子吧。 小五解释道, 幕布想请了自己的父亲, 一位正直的数学老师。 如果让他知道儿子在别人家大喊他叫, 一定会觉得有失体面。 请带我向你美丽的奶奶道歉。 从电框中醒来的幕布, 如败犬般丧其离开。 家中, 这夫解释起事情原味。 即使明知好友, 下属, 一或前辈在采员名单中, 他也毫无办法。 公司决定是不可能因个人关系而改变的。 米饼店老板娘深有同感, 哪怕只是此吊销店的监职员工, 自己都会被当成恶魔, 的确会让人浅身难安呢。 这份贴心的宽慰令丈夫更加惆怅。 他看着手中米饼, 悠悠感叹说, 这小小食物不仅填饱肚子, 也至于心灵, 慰藉人生。 你丈夫是用爱考出这一片片米饼的呀。 我也想拥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如此才不会被称为叛徒。 说完, 一个中年男人竟在人前也免痛哭起来, 而母亲看向他, 眼中写满了忧心。 夜里, 小五说起喜欢与奶奶同住的原因, 这里没有安全按钮和电梯, 也不用锁门, 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打招呼, 大家一起喝茶聊天, 如此生活, 让他觉得很自在。 另一边, 闪耀的晴空塔下, 支援者们正坐着布施, 年迈的老人常年露宿街头, 母亲劝他去领取社会救助, 而对方始终拒绝, 这似乎关乎到他的尊严。 夜深时, 母亲迟迟未归, 赵夫有些担心, 小五却一脸沉密地说, 这可是奶奶的约会呀。 女孩嬉笑着谈论起老人家与牧师可能存在的恋情, 而赵夫顿时火冒三丈, 他觉得这实在太过儿戏, 自己正因离婚, 孩子出走, 以及公司事务而焦头烂额, 母亲却又来徒增烦恼, 而女儿却不理解父亲因何破坊, 奶奶重新拥有了甜甜的爱情, 难道不是件值得欣喜的事吗? 回到公司, 腿原风波仍在继续, 母步务实退职劝告, 仍坚持每天上班, 而公司早已想好了对付他的方法, 不安排工作, 不下达文件, 也不被允许参加任何会议, 他只能终日看着窗外发呆, 等待着被边缘化。 几日后, 幕布终是惹出祸断, 他与公司总勿起了冲突, 无意中弄伤了对方手臂, 公司决定基于他处分开除, 不再支付提前退休的养老金。 如此局面, 赵夫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但他还是嘱咐替死横流的幕布, 先不要向家人提及, 一切或许还有转环余地。 深夜, 两个吃着外卖的中年男人, 将无法言说的心酸, 一并咽进了肚子。 而另一边, 母亲的恋情进展顺利, 去教堂聆听步道, 大概也是他约会的一种方式, 墨师先生放弃幽默, 随口说出的见闻与道理, 仿若隐秘的碍语。 两人一起出门购物时, 恰看到那日的流浪汉跌倒在路边, 对方依旧固执, 不愿接受机构的援助, 并且徐徐道道地将帮忙的母亲, 误认为了牧师妻子。 一瞬间, 老人家露出娇羞又称怪的表情, 而牧师则假意责备, 掩饰着心中的悸动与窃喜。 朦胧的爱情总让人欣赏喜悦, 直到归家, 母亲依旧开心哄着歌。 而赵夫不知从哪里翻出了 而是用过的录音机, 老舅音响中传出怀旧歌谣, 她想起年少时, 自己时常深夜听歌, 直到某次, 父亲突然冲进房间, 将收音机扔出了窗外。 还是男孩的他, 当晚就下定决心要搬出这个家。 而如今, 收音机上的衰痕依旧显眼, 父亲却早已离开人世。 老爷子生前沉默寡言, 性格强硬, 不受后辈喜欢, 但却也是他没日没夜的工作, 才供养起了这个家。 直到成为人父后, 周夫才真正理解了这份辛苦。 父母子女一场, 有时需要一生, 才能换来泄血体量。 而提及幕布要被处分开除之时, 母亲深感忧虑。 她明明是个好人呀, 可又有什么用呢? 在庞大的公司组织面前, 好人与否并不重要。 况且, 人一旦在其中惹下祸端, 便无人能伸出援手。 赵福常说, 大公司的人士与母亲参加的简单救助组织不一样。 这话语常被认为暗含轻视, 却也道出了当代社会的真相。 志愿活动只能去观照那些因无法适应残酷的社会竞争而被赶出局的人们。 但在高总的写字楼里, 永远有人愈何难舔, 勾心斗角, 互相倾讶。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呀。 赵福被嫌沮丧, 而母亲能做的也只有让她留下过夜, 并准备上一桌可口的饭菜。 夜等下, 祖孙三人围桌而坐。 于中年人而言, 这或许是最治愈的场景了。 深夜, 老人仍在忙碌着, 她要做一双鞋子送给牧师。 这台旧式防纫机, 还是以前丈夫这座足袋石留下的。 小五好奇, 沉默寡言的爷爷是如何求婚的。 奶奶脸上泛起苦涩却幸福地笑来。 事实上, 两人的婚姻并未得到应有的祝福。 爷爷是孤儿, 自小在福利院中长大, 也没上过什么学。 嫁给这样的男人, 家里人都放心不下。 但青春的爱恋总是不知所起, 却又难被阻隔。 说着, 奶奶让小五脱掉袜子, 模仿着当初爷爷的样子, 低头测量起女孩的足尾尺寸。 小五觉得难为情, 而那时的奶奶却暗生倾诉。 虽不知缘由, 但就觉得非眼前人不嫁。 等回过神来, 自己已成了足代工匠的妻子。 还真是让人心跳加速的浪漫爱情呀。 而如今, 奶奶与牧师相遇, 虽不如从前那般滚烫炙热, 却也是在拥抱更广阔的世界。 只不过, 执妞的丈夫还不能接受这场黄昏恋。 可这是爱情啊, 他们或许会结婚, 你打算怎么办呢? 小五珍重问道。 丈夫痛苦闭眼, 拒绝回答。 你反对也没用, 奶奶有限任何人结婚的权利。 女儿以胜利着姿态接受了这场对话, 而后兴奋离开。 被母亲恋情痛击的中年人, 只能拿枕头洒气。 不久后, 目前将鞋子送了出去, 她狠合脚, 因为精心量了尺寸。 一阵一线都是你亲手缝制, 我一定会终身珍惜的。 牧师珍重说道。 此时, 招夫突然跪家, 目前慌忙遮掩。 进门, 两个男人不冷不热地喊喧着。 而当得知牧师曾是一位文学教授时, 招夫突然来了兴致。 人过中年, 采取光线的教授职位, 还真是个大胆的决定呀。 而牧师却显得很淡然。 我有些厌恶大学的生活, 总要小心翼翼地讨好周围人。 说是研究文学, 其实更像在研究教授们的脸色。 招夫深有同感, 大公司也一样, 从普通员工到部长, 都只为迎合上司喜好, 这些人往往最靠不住。 招夫自己在这套臃肿低效的机制中受尽折磨。 我也辞去工作, 成为一名牧师好了。 他分开说道, 这口不择言的话语, 显然轻视了他人的工作。 悬观处, 母亲为儿子的失礼道了歉。 牧师先生只是笑着说, 我很羡慕他还年轻, 许多事都可以重新来过。 礼物内招夫依旧落寞, 而母亲却又给了儿子迎头痛击。 上周六, 妻子芝美来了老宅, 她与母亲聊了些家常, 在翻看照夫的旧影集时, 还笑出了声, 但也仅此而已。 分局后, 芝美的状态似乎很好, 而直到她穿上时髦的高跟鞋, 抬头说再见时, 母亲在鼓起勇气问了夫妻俩的事。 婆婆,对不起。 沉默许久后, 对方含着眼泪给出了答案, 随后便慌忙关上门离开了。 芝美大概是有喜欢的人了, 母亲低声说道, 而照夫一时无法接受这结果, 犹如叛逆少年般, 一边撤走母亲的干涉, 一边躲闷而出。 夕阳下, 一个中年人褪丧地走在路上, 从此或许再无人等她归家。 夏天的尾巴上, 母亲的恋情取得了重要进展, 她穿着漂亮的和服, 与牧师一同去听了演奏会。 悠扬的夜曲声中, 母亲专注而深情, 眼中始终闪烁着幸福的光亮。 咖啡馆小坐时, 又穿从窗外经过。 真想去坐一次呀, 母亲低声说道, 虽然在这河边长大, 但她却从未乘坐过游船, 而这少女般的梦想, 也终于在今日被实现。 多么完美的一天呀, 接下来也许还会有浪漫的表白。 傍晚归家时, 母亲忙去泡茶, 转身却发现 牧师被身助力在门前, 像是在思虑着什么。 也许是有重要的事要说吧, 母亲小心期待着, 而对方的话语却让她陷入错愕。 我要离开这儿了, 牧师喊着歉意说道, 前不久, 家乡的牧师染上了重病, 那里苦寒, 无人愿意接替, 她才做了如此决定。 年轻时逃离家乡, 从未想过回头, 到老了, 却还是要回去呀。 牧师悠悠感叹道, 满心欢喜的浪漫约会, 以突然的别离而收场, 牧师眼中泛起泪光。 烧水壶急促的声音将情绪打断, 牧师慌忙感觉屋内关火。 再回头时, 牧师一屋子离开。 一场哀恋就此结束, 门口出, 老人家久久凝望, 诚然若失。 奶奶失恋了, 好可怜。 要晚给父亲打来电话的小五, 自己也哭了起来。 而此时的赵夫, 也决定为这场裁判风波画上据点。 牧布为公司工作了26年, 做出过许多贡献, 不应在人过中年时被如此对待。 为了能让好友得到应有的退休待遇, 赵夫擅自撤销了对牧布的纪律处分。 但违背董事会的决定, 终要付出代价。 上次愤怒要求他必须请辞人事部长的职位。 而一瞬间, 赵夫竟如是重负。 我累了, 也许从一开始我就不适合这份工作。 他平静转身离开, 走出会议室的那一刻, 心情就如这梅雨季节过后的天空那般, 湛蓝而高远。 酒馆中, 牧布避险歉疚。 他说赵夫一直都是个好人, 大确实就曾替自己写情书, 帮忙追到了现在的妻子。 直到后来, 他才知晓赵夫也喜欢那女生。 人过中年, 青春记忆已成笑谈, 而牧布却再次扭捏着酷红的眼眶。 一个清朗的早餐, 母亲与邻居们一同送别了牧师。 而当把牵手做的便当交给离别之人时, 他突然握住对方的手, 低声而急切地说, 请带我一起去北海道吧。 牧师一时愣在了那里, 不知该做何回应, 那不如就当他是个玩笑吧。 汽车缓缓起动, 众人挥手作别, 而母亲只是站着遥望爱人渐渐远去, 此时一别, 大概就是永别了吧。 赵夫归家时, 彻底失恋的母亲正在黑暗的房间内喝着闷酒, 他说自己也谈不上多么喜欢牧师, 但只要能互相陪伴个五年, 哪怕三年,便也知足了。 说着母亲又到起酒来, 一声大方沉稳的他, 难得显露出娇憨的任性。 受了这么多苦, 偶尔摆摆架子也是可以的吧。 接着酒衣, 母亲诉说起自己的心绪, 不知从何时起, 早上切菜时的刀子变得好沉重, 很用力也无法将瓶盖拧开, 甚至连凭身上的字体都不能再轻易看清楚。 如此清晰可见的衰老让他深感不安, 而赵夫却觉得这些迟早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没什么特别的。 再说些特有的苦难吧, 他不在意地回应道, 陌生无法接受这傲慢且虚伪的话语。 当苦难离自己还远时, 人们总会大言不惭地将他忽视。 老人家害怕得并非死亡本身, 而是渐渐老去的过程。 想到有天自己会卧床不起, 所有事都要别人照顾, 就觉得可悲。 这样的日子一天天逼近, 而身在其中之人只能一边自我宽慰, 会没事的, 一边看着希望慢慢破灭。 说到此, 母亲眼面痛哭起来。 别哭, 太丑了。 照夫故作轻松道, 然后说起了自己的苦难。 就在今日, 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了章, 只不过, 与此之失业相比, 他也说不清哪个更值得难过。 这下, 母亲的苦难翻了背, 而照夫却好似松了一口气。 至少以后不会再被骂叛徒了, 他悠悠说道, 短暂的错误过后, 母亲好像明白了什么。 今天的你, 表情格外明亮呢, 所以我现在能为你做什么? 老人家依准备预支出自己的保险金, 而照夫却说不是钱的问题, 他要将那还在还贷款的公寓处理掉, 所以只能搬来与母亲同住一段时日。 听到儿子话语, 老人家瞬间焕发出光彩。 人过中年, 丢了工作又被老婆抛弃, 现在带着女儿回家来住, 若父亲还在, 一定会被骂没出息的吧。 可现在, 坐在对面的是母亲呀, 那就由我出马吧, 现在不是黯然神伤的时候了。 他充满力量地回应道, 那就拜托了, 妈妈。 莫子二人开心碰杯, 摇住那即将到来的新生活。 屋外传来烟花绽放的声音, 母亲突然想起, 今天是烟火大会, 也是照夫的生日。 他念叨着跑出了院中, 虽然只能看到一脚, 但老人家眼中却闪烁起美丽的光亮。 许多年前, 在这老宅的二楼, 照夫伴着窗外璀璨的烟花出生, 那时母亲觉得, 全世界都在祝福着这小小生命。 如今, 人生沉浮, 如梦似幻, 而我又回到了你身边, 真好呀。 此刻, 小巫也在更近处观看着烟花, 照夫打来电话询问他和谁在一起, 但总有人正年轻, 与谁一到, 或许也没那么重要。 你好妈妈, 善天杨子在91岁时所拍摄的第九首部电影, 一个老人还能以如此可爱的方式, 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 实在让人心生羡慕。 影片中, 少年人的叛逆, 中年人的失落, 老年之人的不安都被温情包裹, 被松弛化解, 结尾处的那场烟火, 便是给所有观影人的慰藉。 经济下行, 大财源, 失业, 离婚, 衰老, 生活总会有许多坏消息传来, 而每每到了如此时刻, 我们都太过需要这样的温柔关照, 以此来拍拍周身的尘土, 重新走进那滚烫的生活。 众生各有困顿, 也各有路走。 那美丽可爱的母亲, 因摔了而不安, 想着用一场甜甜的黄昏恋做职程。 那住在河岸边的流浪汉, 想要一碗温热的食物饱腹, 但也不忘尊严为何物。 那漂泊异乡的牧师, 冷清孤单, 选择走上了回乡的道路。 而那用于格子间里的中年男人, 失业与婚姻双双失败后, 开始与失恋的母亲同住。 这样也好, 一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所以,妈妈, 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 我是唐靖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意见。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